我們來看看真正在做Gradian Descent的時候 感覺起來像是什麼樣子 真的在做Gradian Descent的時候 你要想成你好像是在玩世紀帝國一樣 世紀帝國大家知道嗎 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可以操縱著一個單位 在地圖上探索 這個地圖上多數的位置 都是有戰物所覆蓋的 都是黑的都是你看不到的 只有你的單位走過的地方 你才知道那邊長什麼樣子 那現在呢 我們想像我們在做Gradian Descent 這個地圖上的海拔 就是我們的Loss Function的值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找海拔的最低點 我們現在操控的這個單位 這是一個衝撞車 這個衝撞車所在的位置呢 就代表了一組參數 現在我們要Gradian Descent的方法 改變這個衝撞車的位置 調整我們的參數 找到Loss最低的地方 那用Gradian Descent的方法怎麼做呢 首先 先隨機出十一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隨機出十的位置呢 就在這個地方 好那 我們現在呢 看看周遭 看看哪邊比較低 就把 往比較低的地方呢 走一步 喔 發現一隻羊耶 看看哪邊比較低 這邊比較低 再往這邊走一步 喔 再又發現另外一隻羊 好那再來看看哪邊比較低 好像這邊比較低 再往前走一步 好好像前面比較移機的地方比較低 再往前走一步 好那我們走到移機這個地方 那環顧四周呢 發現說 喔移機的地方呢 是 最低點 喔它比 四周呢都還要低 喔所以移機的地方 是一個 Local Maxima Local Minima 那 呃 這個Local Minima 它是不是一個Global Minima呢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為什麼 喔除非你開天眼 開天眼大家知道 開天眼我來試著看一下天眼 秘機好像是 Marco 對不對 你要開天眼才能夠 看到整個地圖上面 所有的地貌 但是 我沒有開天眼 所以 你永遠不知道說 你所在的位置 它是 這個 你所在的這個Local Minima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 Global Minima